中国人宽衣大袖的穿衣习俗是如何改变的 过去低矮的基案是如何向高桌高仪演变的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旨 多元的能量 在空行的教科书里面 总结唐太宗真冠之志的成功经验 认为最主要的法宝有两件 那就是用人和纳剑 在真冠年代 人才如泉水般涌现 大家畅所欲言 真编实必 这两个方面做的确实非常涂色 但是以此作为真冠之志的特点 恐怕很有问题 进一步说 大凡古代王朝治理的好的 无不是选贤任能和疏通言录 只是唐太宗真冠年代做得更好吧 但是如果拿他作为真冠之志的特点 那就有问题了 因为特点不能放到每一个时代去 每一个时代都适用的就不叫特点 那么除了用人和纳剑 唐太宗时期 唐朝最显著的特点会是什么呢 复旦大学历史系韩生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下部指 多元的能量 征观时代最大的特点将是 我想有这么两点 第一点是一个多元 什么多元呢 文化的多元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第二点是开放 对内开放 对外开放 唐朝的这个多元和开放这两点 是别的王朝很难和他相比 他才能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繁荣 唐朝这个空前的繁荣 他有没有内在的其他的因素呢 我想对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几个实例 用实际的例子 我们来说明它 我们来看一张唐朝的壁画 我们看到这张唐朝的壁画 是在吐鲁番发现的壁画 这壁画上面描绘的是一尊唐朝的美女 那么我们从头看下来 这位唐朝的美女呢 她头上梳的是很高的一个发迹 在她眉毛之间 眉心呢 画了一个像是一朵盛开的花朵 也像是一只飞翔的吉祥鸟 这个叫做翠电 我们再看身上穿的衣服 她上身穿的是一个紧身的衣服 紧身衣服外面在套上了一件 画着这个忍东文的花草 很美丽的半袖的衣服 这种衣服我们称它为半背 也就是里面穿着紧身的衣服 外面在套上一件半背装 一梳腰 身材显现出来 非常美丽的形象就出来了 我们注意到没有 像她头上这个高高的发迹 这个呢并不是汉族的一种装扮 这一种装扮呢 主要是出现在胡族 什么胡族呢 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的妇女 她喜欢呢把头发梳得很高 像显杯族 她头发梳得很高 上面插上很多金银的装饰 称为布瑶 所以头发这一部分 它是来自少数民族的 可是呢 她眉心这一个非常漂亮的翠殿 这个翠殿唐人很喜欢的 翠殿从哪里来的呢 相传 在中国南方 南朝有一个刘宋的王朝 刘宋王朝一个公主 叫做寿阳公主 有一天 她横卧的时候 有一朵梅花 飘了飘下来 飘在她的额头上 她怎么也没办法把这个梅花扶掉 于是呢 这梅花就贴在她的额头上 大家一看 非常漂亮 意外的发现这种装扮 很好看 于是呢 宫内的宫女纷纷效仿 这样子呢 就形成了翠殿 到了唐朝 这个翠殿不但画在眉心 还画在脸颊上 尤其是画在酒窝上面 都画上翠殿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汉族的装束 我们再看她的衣服 这个紧身的衣服啊 是骑马民族喜欢的 因为她要骑马 她不适合穿那个宽大袖子的服装 所以呢 这是一个湖族服装 少数民族的服装 在这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外面 她加上一个半倍 游牧民族在草原上不停的移动 奔跑 汉族呢 她是一个农业的民族 她更长期是定居 在定居的房子里面 穿着宽大的衣服 衣服宽 袖子大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适 这汉族的服装 和游牧民族的服装 有很大的区别 现在在景深服外面 再加上一个很漂亮的汉族的半倍 这样我们看她的一身的装扮 我们觉得非常的时尚 非常的美丽 其实呢 这一身装扮 恰好看到唐朝文化的最重要的风格 我们说的开放 多元 它是胡装和汉装非常巧妙的结合 设计时把不同民族的文化 把它精彩的地方采集起来 进行新的设计 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装扮 因此呢 唐朝就成了一个世界上服装的大舞台 唐朝的服装 那是叫做千知百态 各种样式都有 像汉装的直领的 草原船来的翻领的 历领的 各种服饰都出来了 而且这个服装对汉族的影响 不仅是像这一服我们看到的 外表上可以看到的这个服装 它甚至渗透到我们的内里 看不见的地方 哪里看不见呢 大家知道 我们今天流行下半身穿什么呢 裤子 可是以前古代 中国的服装的样式是什么样呢 上衣 下衫 上面是衣服 下面是衣裳的裳 下衫 这个下衫 实际上就是裙子 上身穿衣服 下身穿裙子 裙子里面还穿裤子 所以裤子是穿在里面的 不露出来 如果把裤子露出来 把裤子穿在外面 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太出野了 历史上南方有一个皇族 这皇族他封官 让他封到迎州去当赤士 迎州就是今天的武汉 我们知道武汉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火炉 夏天特别的热 所以这一位武 迎州赤士 他受不了 他夏天呢 穿着裤子 坐在朝堂上 自己的办公桌上面 办公 披公文 他以为人家没看见 其实呢 大家都看见了 我们的赤士 穿着裤子来办公 他是凉快了 但是呢 一个坏的名声就落下了 历史学家在记载中 就记载这个人 凭他两个字叫做什么呢 拥笔 又拥俗 又很格调很低 从这个例子 我们就知道 把裤子穿在外面 在古代那是不行的 裤子穿在里面 外面有个裙子包着 那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不太熟悉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裤子穿在里面 他开裆 开裆就比较方便了 所以呢 有很长的时间 汉族里面的裤子 他这个裤裆是没缝合的 我们看到 很多男人 他不太注意这个方面 南朝又发生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南朝人喜欢赌博 赌什么呢 投东西 我们像投箭 投壶 你能不能很精准的 把东西投到那个壶里面去 有一个男士 他游戏游戏的特别的路迷 使劲的头 弯下腰来投 这一头他没注意到 顾前没顾后 这个裙子掀起来 一个光屁股就露出来了 这光屁股一露出来 哄堂大笑 哦 露出屁股来了 这我们知道 古代呢 古代的男人 很多里面穿的是开裆裤 没有钱的人呢 他里面干脆连内裤都不穿 有一个穷人 他后来当了大官 他想起他小时候 经常被人耻笑 说他里面没穿内裤 一怒之下 当了大官 一口气就做他 两百条内裤 自己留着穿 还拿一些呢 去送给人家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中国古代的一种汉族的装束 可是呢 这种装束呢 对骑马民族来说 对游牧民族来说 他很不方便 游牧民族要骑马 不能穿开裆裤 穿得他很难受 这游牧民族呢 都是穿满裆裤 就是把这个裤裆是缝合的 而且因为方便骑马 更多的就直接穿 把裤子穿在外面 这样子满裆的长裤 到隋唐时期就流行起来了 漫漫中国的服装 就从上衣下衫 或者上衣下裙 转变为什么呢 上衣下裤 旧堂书的玉符字里面就说 北朝杂宜 荣宜之志 源自北齐 有长帽 短靴 和裤 凹子 朱子玄黄 各人所好 他把汉族的 少数民族的 各个民族的服装 融为一体 颜色也是各种颜色 丰富多彩 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打扮 这样子呢 整个服装 变化非常的多 而且我们生活的各种样式 都出来了 各种民族文化 到了唐朝 原来卷曲的身体 都舒展开来 汉族丝绣才染的宽衣大袍 作为平日居家的服饰 更加舒适华丽 而女性 在紧身的胡服外面 加一件中原传统的半笔衣 这种穿戴 既便于活动 又展示优美身段 款款而立 把胡服汉装 融为一体 唐朝的服装 在那时就已经千字百态 争起斗眼 史书和一些壁画的遗留 只能是胡汉融合的一民伴掌 更多的形态 只能依靠人们的想象 去丰富它了 唐朝不但在服饰上 融合各族文化 在人们的日常起居上 也悄然进行 这个变化 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在这个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 大融合这么一个舞台上面 唐朝人的生活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像我们今天 大家呢 读书 写字 做事情 我们总知道 在桌子的旁边 来读书 那么古代 是不是也用桌子呢 因为桌子高 和桌子相配的 那就必须有椅子 今天我们已经非常习惯 坐在椅子上用桌子 所以呢 我们以为古代也是这样 我们推想上去 古代也一定是这样 我们看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叫做鸿门宴 鸿门宴上 项鱼 想杀刘邦 让项庄来舞剑 借舞剑的时候 找个机会 杀刘邦 这形势非常的危险 看着项庄舞剑 一步一步的 朝着刘邦靠拢 不得了 谁能挡得住呢 这个时候 刘邦一个重要的将军 叫做反款 反款呢 拿着盹牌 冲了就进来 他要保卫刘邦 他把门前的卫士都冲到了 闯了进来 项鱼一看 一条勇士 问刘邦 这神是谁 刘邦告诉他 这个人是反款 项鱼说 好 勇士 赏你一条生猪腿 赏了他一条生猪腿 让他吃 我们看 反款怎么吃呢 反款把盹牌 放在地上 把生猪腿 放在盹牌上 打刀 切着吃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时候的人 都是席地而坐 坐在地板上 所以正面坐的呢 其实是怎么样坐呢 跪着坐 跪坐 这就在汉字里面叫做巨坐 我们就知道 汉朝确实没有椅子 没有凳子 那么这个椅子什么时候传到 中原来呢 我们注意到 游牧民族流行一种椅子 这个椅脚可以折叠起来 就像我们今天的折椅一样 这种折椅呢 当时的名称叫做什么呢 胶床或者叫做胶椅 我们今天不是说吗 什么人什么人 做头把胶椅 这个胶椅就从这里来的 那么为什么用床这个字呢 我们看汉朝人写的字典 里面就讲到床是什么呢 床是装载的工具 所以床并没有说 一定是指我们睡觉 卧具 你坐的一样也叫做床 所以当时不叫做椅子 叫做交床 交床 这个椅子能够折叠 船到中原以后 适应我们这个定居 我们不像骑马民族 他经常要带着这个椅子跑 所以他要折起来 挂在马背 马身上 我们定居了 所以呢 这个交床就可以把它固定下来 这个脚不再折了 固定的 我们就看到 很珍贵的一件文物 也就是呢 日本福教总寺院里面大量收藏 唐朝最珍贵的文物 数以千件的文物里面 我们就看到这一件文物 这是一个食物 这一件是什么呢 很多人一看 第一眼一看 这不就是椅子吗 这非常普通的一把椅子 这一把是椅子吗 其实说错了 这一把叫什么呢 它正确的称法 叫做扶床 我们不是说了吗 这椅子固定以后 它的整个脚不再折叠以后 这就呈现像我们今天这个椅子这个样子 但是呢 我们注意到这个壶床它的开面 要比椅子 比我们今天坐的椅子要宽得多 它这个开面呢 大致要在九十公分 甚至一米 还有更宽的 为什么它这个开面这么宽呢 它正好反映了我们生活形式 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过渡形态 原来我们是跪坐在地板上 已经习惯 以致呢 是让你两腿呢 下垂 自然下垂坐着 很多人不习惯 所以呢 虽然是有壶床 它还是要爬到壶床上面 跪坐着 跪坐着呢 在这个开面就要打得比较开 否则呢 你要在上面盘腿耳座 跪着坐 你就坐不下去 这个在唐朝人里面经常出现这个情况 等以后这个过渡形态 慢慢的我们习惯两脚下垂 像今天这么坐着 那么这个壶床的开面就慢慢慢慢收窄了 收窄就成了我们今天的椅子 既然有了这个壶床 坐高了 那么相对的桌子就出现了 中国古代没有桌子这个称法 叫做什么呢 叫做鸡 这鸡呢 我们只坐鸡也很低 慢慢的 有壶床出现以后 鸡也就高起来了 我们同样在正仓院里面 我们看到的一套壶床和鸡相配的这个文物 这原来很矮的鸡 现在升高了 正好和壶床能够相配 但同样这个鸡 它也处于一个过渡的形态 怎么说呢 你看这个鸡的角 它不像我们今天一个桌子 四个角 它是两侧 两侧各有十几条角 十六条十八条 两侧就变成三十二三十六 是这么一个多角的高的鸡 慢慢的这个简化了 到最后就形成我们今天的桌子 是四条腿 这样子一个配套 我们看 整个我们的生活就离开了地板 升高了 这一升高 使我们的脚解放出来了 因此呢 整个人的脚跟着也就变 变高了 同样的 我们也就不再睡在地板上了 我们睡觉的卧具也升高了 提上来 所以这就是后来 我们把我们横卧的这个家具 称之为床 床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无数的事实 无数的势力 告诉我们什么呢 各种民族多元的交融 就带来各种文化的会合 共同推进了唐朝文化的繁荣 所以唐朝正处于中华民族呢 文化大繁荣 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桌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解放了人们的双腿 人长高了 房子宽了 人们也不再睡在地板上 开始使用高级的寝具 而这些变化 正是在唐朝湖汉融合的大潮流下诞生的 正是中外文明的汇穗 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无数的势力说明 唐朝文化的空前大繁荣 其支撑的要素就是民族的大融合 那么当四面八方的民族 都在唐朝这个大帝国下聚集时 唐太宗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 对待其他民族呢 历史上其他朝代 又是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呢 这文化的繁荣 多民族进入中原 其实在唐朝以前就早已经出现 我们在唐以前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我们称它为五湖十六国 五湖是什么意思呢 五种边疆的民族 分别是匈奴 杰族 低族 枪族 显卑族 这五种民族 在西境崩溃以后 先后进入中原 在中国各地 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国家 所以我们称这个时期为五湖十六国 五湖十六国就说明各个民族 周边的民族都已经进入中原了 那么为什么它不像唐朝一样 形成一个空前的文化盛世 政治盛世呢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在于 这个时期进入中原的这些民族 它采取的不是一个民族平等的政策 而是采取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民族压迫的政策 我们看 有很多的湖族进入中原以后 他自己的内心觉得很不踏实 不稳 他不踏实什么呢 他虽然夺取了中原的政权 但是他这个民族的人数很少 和汉族没有可比性 他就很担心少数的人 如何统治多数的人呢 他们就想了个办法 除了一种政策 两个办法 第一个 拉拢汉族的上层 和他呢 构成一个共同的统治的集团 个别的去拉拢一些汉族的上层分子 同时 对汉族进行一个文化上拔根 把你的根拔掉 我们都知道 人家的国家 首先就要灭掉人家的历史 灭掉人家的文化 遇灭其国 先灭其史 所以湖族进入中原 干了什么事呢 第一件事 一把火 把洛阳给烧了 把千年的首都把你烧了 就是要铲除你的文化 第二个 采用湖汉分制 湖族来统治 汉族 征服师的统治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民族斗争 民族矛盾 这样的势力非常的多 后来的人进行了认真的总结 像唐太宗 他读历史 他读到这一段 他有几个认识 他认为第一个 这个民族的矛盾呢 他不能依靠军事力量 不能通过高压 征服 压迫 这种办法去解决 相反呢 这个民族矛盾 必须进行民族的和解 不能加深这个民族的反抗 压迫会造成反抗 现在应该民族和解 第二个问题 这个不同的民族是不是水火不容 没办法相处呢 显然不是 我们看唐朝 水朝 他崛起的基础 原来他是从北州这个地方崛起 那北州呢 他就比较好的解决了民族的问题 他怎么解决的呢 他把不同的民族混居在一起 平等相待 共同组成一个北州的军队 所以各个民族 只要你国家采取一个平等的政策 他是可以和平相处的 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就给了唐朝一个重要的启示 各种民族并存 他不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他反而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资产 就看你怎么用 第三个要让民族和解 最重要的是国家要推行民族平等的政策 什么叫做民族平等呢 不同的民族既不能相互歧视 也不能享有特权 你不能用法律给什么民族照顾 让他有法外的特权 这种法外的特权 造成的并不是民族的团结 反而是民族的矛盾 对落后的民族 我们可以从经济上去帮助他 辅助他 但是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 没有法律的特权 这几条经验奠定了唐朝的民族政策 这是非常成功的民族政策 而唐太宗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得比较的出色 从北周以来 北周 隋 唐 总的来说 一直在推行民族大和解的政策 这个总的方向是把握的比较牢靠 也是做得比较好 中间是不是有起伏 是有一点小的起伏 唐太宗曾经批评隋扬帝 说隋扬帝当皇帝以后 计会胡人 因此他把跟胡有关的名词 大量去改动它 五胡十六国以来 草原的外来的文化传到中国来 这种文化在我们的汉语里面 往往带有一个胡字 比如说我们吃的黄瓜 那个时候叫做胡瓜 隋扬帝既会胡 他就把它改了 就把胡瓜改为黄瓜 把这个胡床 他就把它改成交椅 这样子一改 反而显现出 你对不同的民族 是有一种隔阂在那里 更大的隔阂 更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隋朝末年 隋扬帝败兵到江南去 镇压江南的农民起义 在江南 他被他的禁军 政变被杀了 杀他的是谁呀 语文化级 他就是一个胡人 胡人杀了隋朝的皇帝 有人就会马上就想起了 古代就有一个说法 说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因此呢 问题就出在胡人 胡人不可靠 这种是一种很偏激的想法 但是呢 每个时代 都会出现这个想法 怎么办 唐太宗在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他并不是这么看的 唐太宗说 问题出在皇帝 要怎么当皇帝呢 君天下者 为须正身修德而已 此外虚事 不足在怀 当皇帝 自己做的正 多积善 多修德 就可以了 其他事都不要放到心上去 更不能去歧视 或者是去压迫什么不同的民族 唐太宗 唐太宗包容开放的军金 使得各民族在唐朝这个大帝国下 如鱼得水 自由自在 唐朝也因此造就了中国历史上 民族融合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因此 唐太宗被唐朝周边的民族称为天克汗 也就是天下的共主 这绝不是虚名 他不是通过军事手段 而是各族心悦成福 主动推举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因此 在唐朝的历史上 那些防御外族侵略的工程 就成了摆设 请继续收看 风云唐太宗下不知多元的能量 我们看到 在唐朝历史上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大家都知道 中国有很伟大的一个工程 叫做万里长城 这万里长城是用来抵御 北方西面的外族入侵 秦修长城 汉修长城 到了水 水朝依然修长城 动用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力 修长城 它起什么作用呢 把汉族跟福族分开来 这说明相复不相信 到唐朝建立以后 就有人向唐太宗建议 说水朝的长城还没修完 咱们还接着修 唐太宗就说了 修长城有用吗 长城抵御得了外族的入侵吗 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内政做好 一个国家内政好了 国家强盛了 谁敢欺负你 如果你不修内政 你整天穷兵独武 好战 你必败 所以他就讲到突厥 当时唐朝呢 是出于弱势 突厥强势 唐太宗就说了 他说你看 我们要防备这个突厥 他这几年 国内老是闹栽荒 可是呢 他不好好去修内政 而是整天穷兵独武 要来打我们 抢东西 他这样子 他一定会灭亡的 唐太宗这么说 还真说准了 没几年 唐朝就取得了 对突厥战争的重大胜利 把突厥这国家 把他打灭了 突厥投降了 突厥投降以后 有大量的突厥人 怎么去安置他呢 这又是一个大的争论 有人说这个突厥 不是我们汉族的 我们应该把他赶出去 但是呢 宰相温彦博 他不同意 他就说呢 对这些投降的突厥 我们要像对待汉族一样 善待他们 在长城沿边 安置他们 先给他们生业 让他们能够落脚谋生 能够生存的好 接着我们应该像孔子说的 有教无类 对他们呢 进行文化的教育 让他们懂得知书达理 这么教化下来 若干年以后 突厥和汉族都一样 大家是一家人 所有的矛盾都消除了 唐太宗听了以后 他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 善待这些突厥人 唐太宗不但善待各族 而且在国家用人方面 从来不去区分 你是什么民族 我们就看到有大量的 少数民族出身的人 在唐朝当大官高官 知智通建里面 讲到这个唐朝呢 朝廷里面 这来自少数民族的酋长 都当上了将军 中郎将 朝廷里面布满了 这些胡人的官员 五品以上 五品是一个高官 五品以上 达到上百人 和汉族的官员呢 一视同仁 因为这样 所以少数民族都欢迎 都喜欢唐太宗 他们共同推唐太宗为天可汗 天可汗 我们知道各个民族 自己的首领称为可汗 天可汗 那就是各族 各国共同的首领 这是唐太宗一生 他最自豪的事情 他非常自豪的说 自古皆贵中华 建一笛 这个少数民族 把唐太宗视为父母 就使得唐朝的民族政策 各个民族能够亲如一家 浓为一体 所以唐朝文化的繁荣昌盛 最成功的经验 就在这两点 一是全面的开放 二是海纳百川的多元的文化政策 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面 唐朝又是如何来贯彻 以德治国 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接下来